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這次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舉辦的 香港朝人如蘭成會食品製品工作坊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Jennifer 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的項目主任 負責國家級非物資文化遺產項目的 社區教育計劃 考一考大家 知不知道今天農曆多少號 今天是農曆5月26日 還有一個多月 農曆7月 即是中國的餘蘭線 有沒有朋友去過潮州人的餘蘭聖會看過 有人舉手 已經有幾個 已經有幾個 厲害 謝謝你 大家去到這個潮州人的餘蘭聖會 你會發現場地非常豐富 有很多不同的竹盆和花牌 同時也有五眼六色的餘蘭 大家看到桌面上 這堆 潮州人的食品和製品 就是一些酬神用的食品和製品 今天來到這個工作坊 我們很高興請了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的歷史 胡艷松師生 給點掌聲 其實同時也是西貢漁蘭聖會的籍女 另外我們也有這個 這個鮭魚仔 潮式糖餅膏包專門 為何會製人養子而白癡 今天來到這裡 和大家分享這個 食品和製品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實 今天的活動是一個工作坊 但設定有點像講座 大家坐定定在這裡 其實不是的 放心 我們有一個非常緊張刺激的 有獎問答遊戲 一個很互動的環節 這個環節何時舉行呢 當然大家要對這些食品和製品 有些少認識之後才可以進行 所以我們會首先有胡先生和楊先生 講一個簡短的簡介 解介完之後 就開始有這個有獎問答的環節 那獎品是什麼呢 掌份一會兒才開估 不然大家不會被送給聽 做完一個有獎問答的環節之後 大家看到桌面上 這麼漂亮的食品和製品 當然會邀請大家出來試一試吃 那所以呢 一會兒會有一個試吃的環節 那今天整個活動 就會由3點到5點 希望大家享受 那事不宜遲 首先請楊先生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好 好 首先呢 就多謝大家來臨 那今天就我們簡單直接一點 就是講主題了 那其實呢 現在呢 我們就擺了一些 就是 我們其中有些街坊 它會好像我們現在 一比一的狀態這樣擺的 現在是 那現在這個是屬於一比一的狀態 就叫做小魚蘭 那小魚蘭呢 你就看到這個這樣的一比一狀態 如果它有些大的街坊呢 你會看到這一邊的 這一邊的產品呢 會複製一邊在那邊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這一個就是 也都是一個 有些叫唐方的擺法 那變成呢 也會是一個主體來的 那也有些街坊呢 就是沙基灣呢 它就會把那些五色餅 就淋成這樣呢 會用來 就化完神之後 就分給大家吃的 那這個五色餅呢 就在去年呢 就2014年呢 就是 香港呢 就是入選了這個 非蜜質文化的呈誕的 那這裡呢 就是這一盒 每一盒呢 我們那裡帶了 就很多盒呢 可以分給大家吃的 那它是正裝五色餅 一盒裡面有的 是五個味道的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看到呢 大家呢 就是看到這個唐塔 其實那個唐塔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怎麼做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們有一段短片可以放給大家看的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生產流程來的 其實呢 它是一個 鑄母的狀態的 這個會不會出陰呢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是嗎 那段短片就不用我講了 現在呢 它的濃度呢 就開始再濃一點了 那我們要再煮濃一點呢 就可以達到我們需要的濃度了 對了 那我們呢 就把一些已經浸了水的木帽呢 就拿出來 然後呢 就用來準備單間煮一些糖之後呢 就用來淋下去 那其實這個木的帽呢 其實它是用橡木雕刻而成的 那其實它是一個天然的水冷帽來的 來的 好了 現在呢 那我們呢 就會試一下一些濃度的 那 那我們通常呢 就是用一些水呢 直接拿到水裡之後呢 就試一下濃度 如果濃度 如果濃度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拿出來做下一個動作了 對啦 那現在呢 那我們呢 就用水冷了 我們需要的濃度 那我們試一下捏一下呢 那這樣呢 它呢 就開始有些 蒸體的狀態了 那 當我們捏到剛剛的濃度呢 我們就會靜火上來的 就是 現在呢 就是開始 差不多進入那個 可以得到的濃度了 那就是這樣了 現在呢 就可以 那效果呢 現在已經拍到我們需要的濃度了 OK 上來之後呢 那些濃度 凸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開始 打些空氣進去 令它反沙了 好了 現在呢 就是它開始呢 打到它呢 就是有反沙了 這樣呢 它就會 可以 準備土布了 那麼呢 那呢 由於呢 那個水冷布呢 就一直會套到的水出來 會冷卻出來 那些水冷的效果呢 就開始呢 那樣就要做到那個效果了 對啦 好了 那現在呢 就那個水冷的效果呢 就開始呢 將糖呢 就是凝固它 那樣 變了呢 就是一個 它吐的蒸氣出來 其實是 木屋裡面的水分呢 看到熱力之後呢 變成蒸氣的 好了 那現在呢 它冷卻了之後呢 我們將多多糖出來呢 就 倒出來 是吧 那麼呢 那我們呢 就會看到裡面呢 其實呢 就是 剩下一個糖層 冷卻了一點的 是吧 就這樣 是吧 那現在呢 就開始呢 就等那些糖呢 完全硬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 收一收它 讓它呢 翻轉頭的時候呢 就記得穩了 那這些糖呢 其實還是很熱的 是吧 好啊 那現在呢 冷卻了之後呢 那我們呢 就開始脫步了 先脫了兩個環 其實這個呢 就是一個 木的水冷帽 很天然的 那其實呢 它挑割了什麼模樣呢 它就會造出什麼模樣出來的 那這個呢 我們是一個 潮式的糖甲 來的 好啊 那這個呢 是用六塊模組織的 好了 那接著呢 其實呢 這個模子呢 我們拆開了之後呢 它就成為一個很立體的 這樣呢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這樣呢 就完成了 這樣呢 它後面那些呢 其實呢 就是一些 十二生肖的造型來的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雕刻而成的 模子來的 那其實呢 其實呢 這些呢 都是一些 賭模的技術來的 那那個呢 就是橡木造的 沒有人 那至於呢 好像我們這些 弄這些 拆一盆盆的東西 那其實呢 最考功夫呢 反而是這盆包 那這盆包呢 有快鏡看的 一分鐘 一分鐘 是快鏡看的 本來呢 一般人呢 他要三十分鐘 才做到這盆東西的 那本來呢 那本來呢 我這個原本呢 我自己用了十六分鐘而已 是 那現在呢 我這個快鏡呢 一分鐘完成 什麼包 就是這盆 前面你看到這盆的手套 就是這盆 前面你看到這盆的手套 是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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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很多呢 我們本身 那些上一代的師傅呢 很多呢 他都是做了裝修師傅 都可以的 因為這些 和裝修都差不多的 東西 接近的 因為這盆包呢 本身呢 它是很軟的材料 來的 如果你本身 如果它插籤 插得不實的時候呢 它就會容易 會 有位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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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這裏 比較蒙 其實呢 我們上面有個 QR code 它未必讀到的 因為太細 就散了 這個呢 介紹呢 就是我們這個 經典禮餅 我們就是 五色餅 因為其實呢 它為什麼會剩下 這五樣東西呢 就等於 好像我們吃果盆那樣 來來去呢 原來那幾樣 生果最受歡迎 我們五色餅 也是來來去 為什麼那幾樣 最受歡迎 因為它的食用時間呢 是滿足到 遠近的食用者 還有呢 它的味道呢 是適合呢 八九成人的 那當然有其他 我們潮州郭鄉鎮的 就是絕頂的 好吃的東西 譬如糖蔥餅 或者是其他那些 韋潤糖啊 那樣 但是那些呢 它很多時候呢 食用時間呢 都是一天啊 或者兩天 只有三天而已 那你買到送給朋友的時候呢 已經 已經是失去它 最好吃的狀態了 反而五色餅呢 它就是有兩三個星期的 食用時間呢 所以很多時候呢 都是送禮啊 還有其他情況呢 都會介紹這個 所以呢 就算當我們去 剛剛去到 藝術館擺這個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才知道呢 原來這個呢 就是 裂了做這個 香港非文化文化 原來外面呢 只是知道我們潮州人 又不懂得訂 而已 不知道這麼多的東西 到最後呢 看到我們有些 全國的書 他才知道原來我們有 這麼多不同的產品 那這一篇呢 就是 講 我叫做蜜糖的啟事 那就是講 有些人說我們潮州餅 真的很甜 其實呢 我們要講 就是 甜呢 它基本是自然防腐的 因為 一個正常甜呢 它就好像蜜蜂一樣 做蜜糖出來這樣 那些蜜糖呢 在一個正常的 濃度的底下呢 它才可以養活到自己的蜜蜂 那這個是大自然 教識它這樣做的 而呢 我們如果是用蜜糖來量 可能它的濃度 就跟我們的產品一樣 那麼不同而已 那它也會達到一個自然防腐 就不需要下防腐的 那你呢 就是你吃多少的問題而已 如果我們人 吃一滴蜜糖呢 就覺得不夠甜了 因為它太少了 但是如果那滴蜜糖 給蜜蜂呢 大過它的胃 是吧 它當然是原度會漏 所以我們吃東西呢 就是你吃多少 以決定 漏不漏 那你吃得少 自然不漏 那有些呢 就去年也講過了 那我去年還沒講過了 就講一個唐方土 那唐方土呢 就是 以往呢 你看到這裡 這個五色餅這個 以往呢 就是 我爸爸的那個年代 他們呢 就為了 業務競爭 還有呢 要各出其謀 或者做一些東西 去吸引一些方眾 那些理事 很多不同的家方的理事 他們說 你有沒有一些新的東西 來吸引一些人 他們就會做到一幅 唐方土 一座的那些 那些 又衍生到走馬 機械那些 就在這個中間 就代替了 這個 主族的唐方 或者是五色餅的主題組合 去吸引一些 信眾 方眾來看的 那其實 我們想起反學歸真呢 其實就是 應該回到這個 以這個 朝式高點做主族的 陣式來擺 這樣才是比較 會表現到 那個朝鮮文化的 其實它那個 製作功利 也是這樣 因為其實那個 是去到 在一個 就是叫做 在不同時期 就會出現一些 約定俗成的習慣 那 就是不同時期都是這樣的 語言都會的 語言都是會這樣的 那不同時期 又有不同的get 是吧 那基本上 我就說一下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 可以等一下 胡先生講完之後 我們可以一起 問一下 聊一下 那就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多推恩 那現在的時間 就交給胡先生 那胡先生會說些什麼呢 好 大家好 剛才楊博士就講做餅 那些餅怎樣做 我講一下潮省祭詞那方面 就是說我們潮州人 就臨造餅之前 那時候造餅 主要拿來拜神 那為什麼那些人 會這麼喜歡去拜神 才想到這些 潮州食品 拿出來奉獻那些神榮呢 好 那這張東西就是那些一看就是拜神的圖 那 有一件特別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些很年輕的那些女生在這裡拜神 那如果在香港來講 這些情景就比較少見些 那些潮傘地方呢 就如果是那些大節日 那些時年八節呢 那些很年輕的穿得很時髦的話 就個個都會去拜的 他們怎麼去拜呢 因為那些潮傘的那些女生 那她其實 未結婚之前 未嫁為人婦之前 她一定要學會去拜神 為什麼呢 因為將來結婚之後呢 那上夫教子就一定要了 那至於一家人平不平安呢 吉不吉祥呢 就教她怎麼跟神明打交道了 如果打交道搞得好 那家人呢 就個個碎碎平安 如果家人出了什麼事呢 那些左倫右利 就說她不懂得跟神明打交道 所以對她來說呢 是非常之大壓力 所以拜神這件事是不可笑的 那另外就 香啦 那這些又給你看 比較特別一點 就說 香港莊香呢 就你們在越南盛會 就只見到三支大香 那在朝鮮地方的話呢 你一有些是祭祀拜神那方面 那些東西呢 就說 知知呢 大香就一定見到的 因為他們很神神 因為他們想神明去注意他們 那你也知道香的原意就是 去跟神明溝通嘛 你們做什麼許願之前呢 要插了一支香 靠那些香那些煙霧 直達神明 那神明知道祈福許願 他才知道你說什麼嘛 所以香這件事呢 是拜神之中 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那好像朝鮮地方 那拜神是特別多的 好像春秋二仔 時年八節 還有年尾的還神 那好像年尾那時 年二十四就神上天 年初四就神樂天 年初九就天公生 那跟著到過年年 二月至三月呢 就遊神賽會 這些日子呢 就朝鮮地方特別多 那還有平時還有什麼多呢 就有些神明的生日呢 朝鮮地方很重視的 所以在朝鮮地方來講呢 一年之中每個月呢 差不多都有大大小小的拜神的活動 都是有的 那這張呢就是 我們叫蔡達珠 那在朝鮮地方呢 在祭祀活動之中呢 就最大規模的 因為他一早做三日 那第一日呢 他就會請神先的 那請神呢 通常又會有幾個社一起 就是夾錢來做 為何為幾個社呢 他國內就叫自然村 那因為朝鮮地方呢 就保留很多 以前有些中原古族的 那據宋代那時候呢 他那些一個 一個那些 村落的制度呢 以我所知呢 看有些文件呢 就說 通常就超過一百二十戶 就為一里 那或者當一個社這樣 那一個社呢 他就 每一個社 他就自己會在一個村口 就有一個土地神 或者一個五谷神 去祭祀 這件事差不多那時候 那個祭祀 那個古時的祭祀 適合規定 那這個蔡大豬呢 就是說 現在最大規模 就是程海 觀山的蔡大豬 那這個呢 數萬這裡 起碼有幾百隻大豬 在上面 再重有三百幾 至五百斤 那它連連都有的 由幾個社 大家夾粉去做 那些豬怎樣呢 是最大的那隻 就會放在那個 神廟的前面 輕的那些就會放在後面 那 潮山 潮山為甚麼呢 因為他這些 每個丁頭 據說 過了二十五歲 就一定要做一隻大豬出來放 那 每一個大豬下面 就有個牌 寫完人名出來的 那 所以潮山人 做生意厲害之外 他其實自己 就算是拜神也好 大家都要互相去比拼 那 哪隻豬 但是 意識意之師 就說 他對神明來說 起碼可以供奉到 一隻越大的肥豬 比神明 神明會對他注意到 請問 在豬那些紅印是甚麼來的 那些紅印呢 蓋著有個喜字 有個福字 那這條橋呢 這條就是煉乾橋 那下面這條崗呢 就是煉乾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 最要給大家了解 為什麼我們潮山人是一樣 為什麼最喜歡拜神呢 潮山地方呢 就是華僑之鄉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海外的人口呢 接過有一千多萬 那其實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海外會這麼多潮州人會走到海外呢 其實老實說 如果一個 居住一個地方 如果是太平的話呢 其實都沒有人願意去離開一遍 只會走去海外的 那 潮山人呢 本來是由中原漢族去遷復下來 那他中原遷復下來的那個時間 哪個時間會比較多些 就是說 在漢末至東進永迦連監至唐末 這條時間呢 就最多中原漢族為了逃避戰亂呢 就輾轉向南遷復 跟著就落到來潮山的 那時候潮山呢 就以八月族為多 那至到這次遷復之後呢 唐代以後呢 潮山地方的八月族 已經被我們的漢人 已經是差不多照據了 所有文化那些東西呢 都以漢人為主 那麼我們潮州人呢 就說 由漢人 和當地那些八月族那些呢 就大家通分了 那開始慢慢就有了 一種叫做潮州人的族群出來 但是你不要說我們 那些潮州人落到來潮山地方 就有安居樂園 但是潮山地方 你雖然說 距離中央那個管治中心 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但是呢 往往潮代的更替呢 對潮山地方呢 往往都幾大衝擊下的 好像明末元初 那麼南宋 宋末元初 好像南宋時期 宋帝呢 為了逃避那些員兵 已經是走到來潮山這裡 想著去避 那些員兵再追到來潮山一帶 那當時呢 那些潮山人呢 都有幫忙一切抗原的 但是呢 由於勢力不夠呢 事後呢 那些員兵呢 終於就封入潮州城 那對潮州城呢 又焚成啊 又屠殺啊 那我們潮州人 吃糊口呢 有個故事呢 就是由於他員兵 入了潮州城 採取屠城政策呢 我們潮州人 對他的憎恨呢 就所以有了說 我們每逢中秋節 為何要吃糊口呢 都是一個故事很恐怖的 那這件事 遲些再講 第二些制製才再講 那講到明代了 那明代呢 那朱元璋呢 那時候要實施一些 海禁的政策 因為他又怕一些倭寇啊 好像李自成 方國珍這些亂黨啊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明代呢 潮山地方呢 那個海上貿易呢 是幾紅抹下的 那由於你實施海禁的政策呢 就對潮州人來說呢 又是做生意的影響很大 那被迫著潮州人後期呢 就怎樣呢 他自己組織一些武裝的商船 就講得簡單一點了 就是我們叫現在的 現代的演藝呢 就叫走私船了 就不理朝廷的禁制呢 就強行出海的 那這些又是潮州人呢 就對抗朝廷呢 就由於老母辦法啦 趕不到食官逼民返 就會採取這些政策 那直到清代了 清代啊明代啊 那明末那時候呢 就是鄭成功啦 鄭成功啦 鄭成功 我想大家都知道 曾經也是 就走到來朝山啦 當時在朝山地方方呢 就招餵買馬 那當時就是不敵 最後來就退了去台灣那邊 那這樣東西呢 就對朝山地方都影響非常之大 那有一樣最特別呢 就是在清代呢 清代呢 清代時期呢 朝山地方的天災任何都比較厲害 好像我們朝山有三條江嘛 一條叫煉江啦 一條叫熔江 和一條叫航江 這條就是煉江 雖然這些三條江呢 是我們朝山人的衣食父母 你知道 凡是那些居民一定住在河流那裡 往往都是沿著河流去住的 但是一牽涉到 有牽涉到地震啊 或者一些颱風啊 這方面的東西呢 就會引起山洞步伐 連串到浸 好像這條煉江 你們不要看它 好像很平穩的 那些水一浸到來 這張呢 就被現代景色 以前那些呢 全部都是那些錦屋來的 全部可以浸上去的 那就是好像我 我聽我爸爸講 那其實我們鄉下都在這裏附近的 那我爸爸以前那些兄弟那些呢 很多都是浸死了 就是這條江那些水氾濫上來 所以那些江河那些呢 我們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那由於 剛才說有些水浸啊 瘟疫啊 飢荒啊 去造成這些東西 造成很多潮州人呢 就移居到海外 因為當時潮傘地方呢 就生活得比較 真的很艱辛 形成一種族群就是怎樣呢 由於災難性的東西多呢 自然就會是做些什麼 求天庇佑 求助鬼神 所以潮州人呢 就是特別喜歡拜神 所以這樣 就是影響到這件事情 這裏是遊神賽會啦 那你見不見那些虎老虎女 是非常之神心的 拿著個子虎斗呢 因為它有個神明 那個請神隊呢 就會路過的 它是跪著路邊 是等那些請神隊去經過他們的 那潮州人由於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那大家會想到一件事 那千手觀音呢 就有一千隻手啊 他有想過 如果我是一千零一個 那觀音幫不幫到我呢 那一定是幫不了啦 那他就需要自己的神明 所以我們潮州人那時候呢 就有很多自己的神明 怎樣自己的神明的話呢 譬如說 家裡的神明 如果有個小孩 在十五歲以下的 那床下一定會擺一個爐 我們叫公婆爐 那他願意呢 就是保佑那些小孩 那到十五歲之後呢 我們潮州的地方 就很流行的 出花園 那這個爐呢 就可以收了去 就不用擺這個爐 那如果是那些小孩怕出診 那我們會擺什麼 擺珍珠娘娘 如果沒有生育呢 就要擺個珠生娘娘 如果做生意呢 就擺財神 如果出海呢 就要擺天后 那很多神明呢 要獨立的神明 真的很多 講得簡單一點 有時候醫生都不用去看的 那你一有些什麼不舒服啊 或者沒有什麼生育呢 所以拜神都已經夠了 因為那時候 你不要說 為什麼潮州人會拜這麼多 那時候那些環境 那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經常會有些飢荒 連食都沒得吃 怎麼又何來又會 看醫生 所以往往就希望 求神明去保佑 那神明這件事呢 你們大家不要聽到 講到有神明的事 就好像很迷信 那樣子 其實一個神明來講 對一個人的意志 是都 那個堅持性是非常之高的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那一艘沉船的意外呢 就有兩個人 有一個人他相信科學 那沉完船呢 那時候晚上的水都 他就這樣想 他就說 現在的水溫在零下 零下以下 如果根據人體的體溫 那個黃金時間 頂到六個小時左右 如果沒有人來救 他就一定會 頂不住了 一定是死的 那另外一個呢 他就會第一個想 第一他想 他的姑婆會不會來 因為為什麼他叫姑婆來救他 因為他說 每次姑婆生日 我一定買很多祭品 去供奉我姑婆 沒有姑婆不救我的 那誰叫姑婆呢 你知道嗎 因為他姓林 天下也是姓林 所以他很醒目 他認了天下做她姑婆 為什麼他認完她做姑婆之後 但是那個時間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 他又給自己很多藉口 他說姑婆一定救得年紀大一點 因為他知道 我是要排之論背 對不對 他扣了年紀大一點 他自己年輕 那另外一個 信科學哥 他就看著我錶了 死火了 差不多那個人的黃金時間已經夠了 那他就說 都是自己頂不住 那自己不能放棄 就沉不下水了 那另外那個呢 仍然給自己很多藉口 他說 我應該都差不多來了 那他頂多了半小時 就真的那些請求隊 就救了一場水了 那你說 我們有時候 信科學還是信神明學呢 神明的東西 雖然沒有明確給你 但是呢 他可以給你很多 就是那個 發展的空間 那個生存空間 是非常之多 所以我們有時候 就不能見別人說 拜神了 其實 拜神是一樣的 真的可以 令你安撫心靈去面對疫境 你自己去增強自信 因為你相信神明一定會救你 一定會撐住的 接著呢 拜天地 禮記有說 天子祭天地 祭四方祭三川祭五字 而那個諸侯呢 只可祭三川祭五字 非其所祭而祭之之之明若淫字 就是說 非帝王而祭天地呢 但是月禮行為 更是無效的 就是要說 如果你不是天子 你拜天地的話呢 你拜了都沒有用 是無效的 這件事是禮記說得很清楚的 但是我們潮州人 你有沒有想到 如蘭聖會是拜天地父母呢 還有隔壁這裏呢 是潮州的民房上面 差不多家家戶都要掛天地父母 吊在那隻屋頂中間那些位 因為我們拜呢 不論我們拜任何神明都好 我們是會拜天地 就算我們拜祖先也是的 拜完天地我們先拜祖先 那潮州人呢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拜天地 皇帝才可以拜他自己就會拜呢 皇帝拜天地主要是他自己的權力 皇帝就說 皇帝大家也知道 他往往就認為他自己是天子天子 是天上的兒子 是受天之命來掌管那些平民百姓的 但是我們潮州人拜天地 其實就不是說想做皇帝 因為我們的用意和他的用意是兩件事 我們拜天 天是掌管 是什麼 風條雨順 地是掌管什麼 地沒有掌管五福風修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 環境是潮山地方真的很惡劣的 吃都不能吃 往往就希望我們可以望天打掛 天的天氣好不好 和地下的農作物的收成好不好呢 這些自然崇拜對我們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們就說 潮山人往往是很喜歡拜天地 這個就是神廟 神廟裡面就是天后廟 天后廟前面 你們兩個人都在拜神 全面就有個天地路 如果你去到潮山地方的話 如果你去到一些廟的話 外面有個天地路 通常這些廟都是潮山人的廟 那拜這些呢 其實呢 現在就封盛了 其實呢 就有 我們拜東西買東西拜 有時候不要隨便拜 拜東西都是有規有矩的 那 第一項呢 第一項是 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牛有豬有羊 有牛有豬有羊 有沒有見過人拿牛出來拜過嗎 這麼久 很少 很少啊 就是曾經都見過 禮記有說一件事 他說天子寫即皆大路 諸侯寫即皆少郎 何謂大路呢 就是牛豬羊三樣東西 其實第一樣東西呢 應該是大家未見過的 因為為什麼呢 規定第一樣東西是天子才可以用 即皇帝的祭祀才可以用到牛 那麼我們平民百姓的祭祀用什麼呢 就可以用豬和羊了 那麼看第二項 第二項這裡 有豬有羊 還有我們所謂的毛啊 血啊這種祭祀呢 這種祭祀呢 我們通常是祭的自然之神 自然之神 好像祭天地啊 這些呢 我們叫做自然之神 就可以用這些 或者祭的先祖呢 就可以用這些 這些出來祭了 那麼 另外這裡 山豬山羊 這些呢 通常我們什麼節慶 會拿這些出來祭呢 這些就是做大壽 做結婚 就可以整隻豬 整隻羊 擺出來祭 另外五生呢 就加個豬頭豬尾 就好像這個了 這個豬頭呢 發脹得都幾大 那麼它後面已經再夾著豬尾在那裡了 那麼它這些組合呢 通常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 如果有些人 潮州人的話 做些喪事 在殯儀館那裡 都可以見得到 這些通常是做什麼 或者 做些喜慶的東西 或者做喪事呢 就會用這個套餐的 那麼下面這個套餐呢 我們五生這個呢 通常呢 有拜哪些呢 大家有沒有 這裡沒有人拜開神呢 這些我想大家都應該 可以答得到 是吧 炎天上帝 成王爺啊 這些呢 就可以用這個 五生這件事了 那麼至於 拜這個呢 就是拜些土地了 拜些土地啊 還有拜些 拜祖神啊 就可以用這個 那麼 小三生這些 這些 這些我通常是奴祭 拜些小鬼 就用小三生 如果你再簡單一點 可以用豆缸 麵缸 還有些 有些是 魷魚缸 這些 就拿來拜的 那其實拜神呢 大家看看是 有規有矩的 不是說拿來拜的 因為為什麼 有時候你打算 有些人就說 不知 拜一些普通的神明 你用這麼洪厚的東西去拜 如果再拜高級的神明的話呢 你就不知找什麼去拜的 為什麼呢 神明肯定是嚇醋的 你拜它 你用這件事來拜 那如果拜高級神明 你這樣 你想不到什麼來拜 所以不要拿這些 所以要有規有矩 你這樣 胡先生想請問 是 生的羊和豬 即時要殺了它 拜的時候 我問我 說生的意思就是 劏了它 就像這些 如果整個生晚 我就用活的形去形容 活豬活羊 活的 這樣形容這個 生的意思就是 劏了它 還未煮熟的 剛才這個菜大豬 這裡 有一個特別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件事 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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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制止的原理 不是說湯這豬湯淨了毛 那為什麼剛才有一幅很多隻豬的麗麗 為什麼一隻是含著橙 其實就是有含著橙 因為這次我介紹就不是專介紹蔡大豬 為什麼會有些沒有的話 因為我上次去看蔡大豬 有個小孩讓我拍到他的照片 他伸手的橙都拔光 所以人家拍的時候看到沒有橙 但其實一隻隻一定是含著橙 什麼意思啊 橙其實是代表橙、橙、橙 我們就是 不是的 代表心想事成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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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我們潮州 如果拜時列伯子 一般普通祭祀是標準的規格來的 有些豆芳、紅塘果、潮州大金、三生 拜三生 跟著潮州金 即是吉 有些用吉 會拿些茶出來拜的 這樣一定會有 這些就是潮州大金 這些是給神明的 即是你們現在 像我們做儒蘭 你們大家會不會見到神袍或神馬呢 接著我們的潮州大金 這些 接著一串串的 那些 那些拿來做裝飾 即是好像我們大金鍊 那樣的意思 所以就拿來這些 其實如果是租多女 就好像燒些金塊 下去給他 這樣的意思 這些 那我們的紅塘果 紅塘果 我們潮州人說 拜神 紅白意思我們都用的 我們的意思 就是叫做好彩頭 好彩頭的意思 即是好像現代一般年輕人的術語 就說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那拜神的意思就是 希望拿更好的東西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做些白事 用白塘果 我想都不用說了 如果有做喪事 即是說做喪事已經不開心了 希望不要還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那這裏就講我們朝鮮的祭祀 祭祀我們叫做進主 進主的祭品 為什麼進主的祭品呢 我們潮州人呢 我們扮喪事都比較複雜些 正常來說要扮三年才扮完 為什麼扮三年呢 通常一個人過身 我們叫做詢 十天做一次 做到第七次 做到第七次 我們就會停一停 做到一百日之後 我們才做第八個詢 然後隔了一年 我們叫做對聯 才做第九個 等到第三年之後 我們才做到十個詢 十個詢的意思就是 那個過世的先人 那個神子牌就開始入禅堂了 意思是你過了三年之後 你的神子牌才可以真正入禅堂 意思是名乎其實 已經是一個先人了 下面這裏 上面有一般的擺設 就是跟我們祭節 如果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五味 有五味十語 通常如果下面這些 一般是祭節 我們都這樣擺的 有沒有見到五生 跟著豬頭豬尾 這些做白事 或者做什麼 我們都會用這些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多了這兩樣東西 大家知不知道 五味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我們做進主的話 就是說 那個神子牌搬進祠堂了 那放這五味的東西 意思是 這個祖先已經經歷過 咸酸虎辣田 都經歷過了 這是一個寓意在那裡 另外十元呢 十元的意思就是說 又要講到我們人 人國人的身 即是說 沒有時間 有時間 講多一點沒有時間 快點 那講過身 那我們 一般人 我想大家知道 人死了 剛剛去世了 就會有一個正常的靈魂 對不對 有些人說叫鬼 有個靈魂 那外國人 對於靈魂怎麼處理法呢 那外國人 那些人很直接的 就找一些捉鬼敢死隊 或者將它消滅它就算了 那我們中國人呢 就不是的 是採取一種叫做 教化和一種超渡的儀式 就是會跟它做 簡單點再跟它做一個 心理輔導 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往往呢 據說 人死了之後 初期呢 是接受不到自己死的事實 那些眾經就會跟它說 就說呢 其實人的生存呢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面對生命的短暫 那你所有權利呀 富貴呀 都會隨著你生命結束而去的 這要讓它知道 那我們在朝鮮 我們在朝鮮打齋 其中有一段呢 那些和尚在念什麼 叫十歸空 十歸空裏面有一點點的字句 它說 說出古人有一班 三皇五帝亦歸亡 英雄豪傑就歸空去 不止靈魂美一人 以即是說 它說 就算三皇五帝或者英雄豪傑都好 對社會對那個世界貢獻這麼大 都始終要歸空去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要去死 就算連他們也要去死 就是覺得簡單點叫你去接受去死這個事實 所以呢 那死了之後怎樣呢 人家有三個去向 其實 不是說人家有四個 那第一個 如果你是以前呢 你的功德是很高的話 當你一跨了之後 就第一去西風紀國世界了 不用經過篩選的了 那如果你是大奸大奧的 都不用經過篩選 直下去無間地獄 如果有些 你過了身的 你還是貪 或者有些冤氣很重 或者還欺貪那些名利的富貴呢 就推你入鬼道了 就等你做鬼就算了 還未出道得到 另外你們這些 好像平平無期 有時做好人 有時做壞事 講人是是非這些 OK 這些之後 就入所謂什麼 就是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 大家知道什麼叫六道輪迴 天道人道 畜生道 地獄道 那記住 還未入六道輪迴之前要做什麼呢 如果講朝鮮那個 過身的祭祭要怎樣呢 你要先經過冥府十皇殿先 先將你的東西慢慢篩選了 再去分類 再去六道輪迴 再去輪迴哪個地方 所以 所以我們拾完這個意思是怎樣 即是說你已經通過了冥府十皇殿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那已經才可以去輪迴了 那你如果要神之派一臂 可以進去祠堂 這裏就是朝鮮地方 一般的祭祠 剛才我講過了 這裏呢 童珠虎勒涵 這裏就有了 這幾瓶 後面呢 後面呢 什麼丸 什麼丸 豬肉丸 牛丸 粗糕十本去 其他 然後豬頭這裏就有了 我們如蘭聖會 有沒有看到 這個鎮 這個鎮 這個全部擺出來 齊了 齊了 其實現在講祭祀 祭品來講 朝鮮人類的祭品 祭祀都 裡面有根有據 每樣都 剛才 湯酒這隻豬 沒有刮毛那個 還有這個也是 是 豬頭挑肥 即是你說它是 九龍以前的中 是的 請問一下 那個祭品 這麼辛苦呢 其實是在於 周遭有先講 這個特別重視 這個祭市 還是都反映 其實是普通保留的 傳統保留得好 其實它這個擺設 一會兒我會繼續再講 它為什麼有些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擺發呢 就不是我們想出來的 其實以前 它跟以前 那個股市是大出來 一會兒你講到 那個神棚的祭品擺設 這個 這個是我們祭祀之中 是最豐盛的 可能其他地方 已經是簡化了 或是減少了祭品 是啊 如果你看 其他族群 你看其他族群 說我們朝鮮的地方 真的 保留的傳統東西 是非常之多 為什麼 如果大家可以 如果你們有研究過 像我們朝鮮的民房 那樣 潮州廚 王公起 京都帝王府 朝鮮百姓家 如果你們有研究 朝鮮的民房 以即時說這句說話 朝鮮人所住的那些屋 是仿照京城 即是皇帝住的地方 那些帝王那些軟宅 的模式來興建 好像你進去 我們朝鮮地方那些 不要說下山府 一般是中等那些 叫四點金 我們鄉下都有坐四點金 很多 有四點金裡面 如果你看到一些木挑 石挑 所建的格式那些東西 是挑龍挑鳳 是非常講究的朝鮮工藝在裡面 如果你們研究 比如說 你們這裡有沒有一些客家人 有沒有客家人 那你們有些客家人 如果你們對民房 自己又比較一下 客家和朝鮮的那些 起的特色那些 裡面那些 朝鮮是很講究的 那些挑剋 那些擺設那些東西 這裡就是拜山祭祖先那些 你要留意到 它好像這裡用米通 它左邊右邊都是這樣擺 中間呢 就是擺一個米通 四四方方 擺完 不過我們香港呢 我們香港呢 很多時候就拿花生來做 國內很多時候 拿一些米通來做 這件事 那是阿餅 阿餅 阿餅 就是和你那個買的 你有沒有看到豬頭 豬頭 還有大金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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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法果 法果 甜果 這些 剛才我說 那些 小三生 魷魚 我們越南聖會 破台儀式 第一天 未開始做戲之前 有過破台儀式 通常都可以放這些 蕭三生在這裏 神盼製品 剛才有位朋友問 為何我們潮州人擺這個 這個整個擺法呢 就是我們潮山擺得最豐盛的 第一項 茶酒湯 茶酒湯 一定會在前面 是這樣的擺法 下面呢 大家都看 我們很多時候 齋菜碗 採雜麵素 這些 我們潮州人叫擺碟 其實這些是由唐代 流傳到現在的 唐代的時候 所謂叫丁豆 為什麼呢 其實有兩樣東西 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用菊殼 用齋菜 再重疊 來搭一個好的 漂亮的形狀出來 另外一種呢 就是把那些麵粉 或者刺粉 拿來去做些 山珍海味 那些飛禽走秀 那些造的形狀出來的 這三樣東西呢 其實我們潮山地方 如果我們看 餘蘭盛會 那個神盼擺設 就基本封城 但是現在要看 都不容易看 為什麼呢 已經很多餘蘭盛會 基因籌錢的方面 或者可能資金的問題 已經開始擺得很簡短了 就是擺得很豐滿的 就會開始越來越少 那這裡有五個 鬥團五生 那我們餘蘭盛會 還會擺一些福品 以前人家問過 喂 神盼 你中間怎樣擺福品 很多人說福品的原意 就是奉獻給神明的 這些物件 那其實不是說 潮州人 那不是潮州人 自己想出來的 那其實這些福品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 有些文獻 以前說過 日本元人這個 曾經有記載 中元節洗長安的時候 那些人供養是拿什麼 是拿些花立花瓶 架花果樹這些去供養 那現在潮州地方的祭祀 都是有擺這些的 那我們餘蘭盛會那時候 以前舊式 我們都會擺一些花瓶 或者擺一些 那些挑剋品 都會擺上去 去供奉美神明 那裏蘭盛會 差不多最後那兩三天 就會拿這些東西 拿出來投標給人 希望增加多些收入 所以你們當時 建議這些福品 擺這些東西 其實目的 最初的原意 不是真的拿來投標 是拿來跟回以前唐代的做法 那個陣勢 擺出來 這個就是神盤 這個神盤擺設 現在如蘭盛會 剛才楊博士都說過 這個中間唐方肚 這裡基本這些都是有擺出來的 那這裡就 茶酒湯飯 這些配套就齊了 這些製菜碗 現在人家簡單點 就用碗 上面放些裝飾 還有一些採渣這些東西 是吧 現在一般圓蘭盛會 大家都會看到 都會放這些東西 這個放大一點 這些就非常走壽了 以前就說這些就是 拿好麵粉 現在就開始慢慢轉型了 有很多特別的物料 可以放得長一點 時間可以擺放 擺放得久一點 這幅東西 就不是香港的 是潮傘的祭祀 你看潮傘祭祀 剛才說唐代說得對 是否用這些東西堆疊而成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還有這些有假花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假花 我們現在潮傘 我們的祭祀 仍然保留以前唐代的 傳統的祭祀在那裡 所以有時候對祭祀的研究 每一種東西 一定要大家互相對比 雖然每一個香 每一個鎮不同 但它擺得出來 永遠有個原意 雖然可能是 跟舊的原意 還是它現在新去想的原意 都好 一種東西 像這個 大家看看 你看到 這些東西是潮傘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這個東西 這些就是菜筆 堆疊出來的 前頭 鬥心 鬥團架 這些 五生 這些 如果你們喜歡看漁蘭的話 漁蘭有很多族群 有港府 又有海陸風 如果你們留意一下 去看其他漁蘭的話 神棚一般不是很重視擺東西 他們的神棚那邊 是沒有什麼東西看的 如果你們去到那些 潮山的 潮人漁蘭聖會那些 是那個神棚的東西 擺東西很多很豐盛 這個 一個鬥團 一個鬥心 擺左擺右 我們好像剛才 我們擺有一個 有一個 剛才拜山 在上面 他們就沒有個架 就用一些米通 一左一右 擺一個團 他們叫做 全 全成祖先前人的品特智慧 這個心 這個 這個心是慎終須遠 飲水思緣 他一定有意思的 有些拜神 我們潮山地方 有些家族 比如說走去 好像剛才說 拜生那些 有些地方 他就沒有拜這兩個 大家知不知為什麼 因為他有些先人 你知道不是說 每個先人都是 以前可能會犯過事 或者坐過牢 那些 就是牽涉過盈獄那類 那他這些 他就不會擺出來了 就不擺一個鬥心 因為他不需要再 即是不會再期望 會成全那個先人的那些 品特智慧下來 所以這兩個東西 他就不擺 所以我們現在 有時候 我們懂得看祭祀的話 去到他擺什麼陣勢 就知道他那個背景 是什麼 好像很簡單 如果香港 我們香港好像 有些小叔伯過身 或者有些朋友過身 尤其是潮山人 很多時候 那個儀式 當然是跟回潮山儀式 會放一些法果 放一些甜果 那如果他有時候 可能有些 由於有些癌症 過身那些 通常那些法果 他都不放上去 所以你們有時候去看 如果看到他前頭 放什麼陣勢 都知道發生什麼 這就是潮山的 大家互相對比一下 這就特別一些 大家看到也有些笑 有時候我們都看到 為什麼呢 有時候都在國內 國內因為以前 文化大革命呢 好像我們現在 搞一些餘冷啊 搞一些東西那樣 那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那些 每一個鄉 有些鄉會保持得好 有些鄉呢 就可能另外有些 就是年輕的一群上來 就負責做擺設擺制製的那些東西 他就已經 就拿一些現代化 好像擺包煙啊 擺一些礦泉水啊 在那裡 這樣就擺了 那你們可以看看 有時候 新一代的制製方法 這樣擺放 這裏呢 就有一點點說 這裏呢 就是七幾年的 就是那個 慈善國 就是盂蘭勝會的金牌 那因為我想這裏 給大家看看 就是在制製那方面 那 沒...